继东大门夜市的消毒之后 华联市公所日前也在夜间进行金三角商圈的消毒防疫工作 市长吴在前表示 防疫措施不免会影响到民众的日常作息 不过非常时期必须有非常的防护措施观念 唯有全民配合才可以让大家避免被病毒感染 华联市除了东大门夜市及火车站之外 金三角商圈也是民众出入频繁的场所 在日前晚上10点半 华联市清洁队消毒工作人员 在中华路和中山路口集结 由清洁队长吴庆展指示分派 分两组人员在金三角商圈进行消毒 而当天天气不好下起雨 不过消毒的范围是店家其楼地并不受影响 市长温家贤也特别到场向队员们勉励 感谢他们在防疫期间为民众的健康付出心力 那我们分成两组的工作人员 一组在外圈 那按照我们的中华路、中正路还有中山路 这样子的一个方向来分成两组 来做一个一次性的一个喷洒药剂 那由于今天也是下雨的时候 那商圈的部分我们就暂时停止 那我们也是趁10点过后 10点半以后 开始趁人潮比较少的时候 来做相关的一个喷药的部分 那我们希望说在经过喷洒之后 能够大幅降低疾病传染的一个机会 华联市公所4月9号下午2点开始 也会陆续在静峰生活园区、施工所、 华联市立图书馆、自由广场等 人多的公共区域进行消毒 新的队长吴庆展表示 这次所使用的消毒水是次氯栓那 也就是家庭常用的漂白水 经过99%的水稀释后喷洒 消毒效果非常好 但是对人体不会有影响 请民众可以不用担心 借时的请华联市报道